來 繼續往下看 台灣高鐵 來 現在是不是也加入了這個 鼓勵投票 我不要講鼓勵吧 鼓勵投票啦 提高投票率 提高投票率的這個行列 來 台灣高鐵現在例行防疫新生活 很棒 說推大學生雙周快閃優惠 單張票買500元 完成旅程送五折優惠券 時間就在5月27到6月9號 你看到你想到什麼 滿巧的 因為中間卡了一點 6月6號 叫做6月6號 6號什麼日子 99是重陽節 66呢 罷韓日 或挺韓日 隨便 這麼巧 這個高鐵在罷韓這一天 罷韓投票這一天的前後 拉開一個時間說 這段時間只要你搭高鐵 跑來跑去出去玩 我就給你優惠 我給你五折 下次買五折 就是我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能去付了錢 等我回來我就可以用了是嗎 對啊 當然 回來半價 所以回來半價 這個很 除了學生票的優惠回來再半價 而且你看票價是滿500 有沒有貓膩 500要坐到哪裡 坐越遠越好 那就坐到高雄 對啊 隨便坐都滿500 差不多吧 沒有 沒有 台中到高雄也超過 過台中就滿500了 台中750 所以其實滿容易得到這個優惠的 那當然 這個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OK 那裡面有一句話 我非常非常的有 這個 意見 他到底什麼含義我不曉得 待會來賓會評論 但有句話我非常有意見 我們都講說消費能力最強的 應該是哪些人 像賴老師 像我漢哥 像玉米委員 我沒有 像絲剛 我們兩個比較年輕 我們兩個不算 年紀人 實質消費很少 對 所以你看 各個這個 產品要推 他一定找最有消費力的那群人 最有消費力的那群人 但是 連我們看收視率 都看最有消費力的那群人 但是高鐵就要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要推防疫新生活運動 但是希望可以促進消費等等的 他說因為大學生的行動力 活動力最強 所以針對大學生提出優惠 你是在 所以高鐵做這件事情 是鼓勵大學生跑來跑去 但他不鼓勵消費 他沒有鼓勵消費 那跑來跑去要幹嘛 很奇怪 你一定是把優惠要麼給全民 要麼給那些最有消費能力的人 比如說一家同行一人免費 之類的這一種 你給就是我看 口袋就沒錢 就沒錢的大學生 這個空工比較辛苦還要打工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錢 才會因為優惠而去的 然後因為沒錢 因為優惠而去買了這個票 你看中的不是他能夠 幫忙促進觀光促進消費 那你希望他去做什麼 這個司馬州之心 去罷涵 我沒講 你講 我講 對 就是我講 因為5月27號到6月9號 針對大學生 這段時間各大學應該都還在上課 有的學校也許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停課 可能往後延 6月底 等一下到6月底 然後我們的端午節 因為這次是潤4月的關係 端午節來的時間也是6月底 所以這一段時間沒頭沒尾 到底是要什麼樣一個 突然就出現一個 突然那個優惠 兩個禮拜的優惠 這個優惠坦白講就是 這個政治意圖很明顯 就整個國家機器 也在動起來 在做這個罷函的這件事情 所以你說這一段期間 高鐵這個禮拜也有優惠 高鐵說沒有沒有 我這個禮拜也有優惠 這禮拜優惠也許 慶祝520 慶祝這個疫情稍稍緩解 有個大家去郊外一玩 然後離開台北去走一走 OK 還說得過去 他的優惠是針對大學生嗎 是 不是 針對所有人 對 所有人 所以針對 那一段其實是 過去傳統上大學生出遊都忘記嗎 也不是 出遊忘記大概是7月初 因為學生放假 因為他還沒放假 還沒放假 而且這個時候 應該是課程最緊的時候 要教作業的 教作業 鼓勵大學生別上課了 期末考不重要 去玩吧 去玩 然後要教作業的 要期末考 要趕課的 前一段大學是最緊的時候 我們這個都念過 都念過 所以司馬昭之星 這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個眉頭眉尾推出這個 史無前例的在這一段期間 推出這樣的優惠活動 他在不對的時間 針對不對的族群 推出了莫名其妙的方案 是 對不對 再配合昨天在 昨天在台北 稱讚前面的一些活動 巴韓活動 連接起來 就是其實民進黨講歸講說 沒關係 我們這個是民間團體 跟我們沒有關係 但是很多的活動 都看起來就是為了罷韓 為了罷韓 這個我倒覺得民進黨 也不要再遮掩 民進黨自己內部 對於罷韓也有兩派不同的看法 今天不是段儀康 不是跟趙天林 就隔空喊話嗎 隔空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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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隔空喊話就代表說 他們的立場有所差異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 在這段時間 這樣子睜睜眼眼的 也做得不痛快 其實就站出到第一線 就把這個罷韓的活動 自己來做領導 也不要推給什麼民間團體 我覺得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太大意思 因為畢竟用這個國家機器 用黨的力量去整合 這更順暢 就更順暢 所以這個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誰去指示高鐵 那也不會有答案 還是高鐵去揣摩上意 去揣摩上意 總之這個國家機器 已經全部動員 在做罷韓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看得出來了 否則的話不會無頭無緣的 在這一段時間 做這樣的一個優惠活動 我就說這個 不太對的時間 人家上課 還得準備期末考 這個不對的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新生活運動 然後這個讓大家 南來北往走一走 促進消費 振興觀光 也不是針對大學說 大學生是最 經濟稍微比較拮据的 他沒有什麼太大消費力 睡不對的時間 不對的人 那你要幹嘛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新生活運動 然後這個讓大家 南來北往走一走 促進消費 振興觀光 也不是針對大學生 是啊 這他離暑假還遠 大學生是最 經濟稍微比較拮据的 他沒有什麼太大消費力 睡不對的時間不對的人 那你要幹嘛呢 好 來 北山 其實最近因為疫情 真的控制得還不錯 除了今天多了一例境外以外 我們目前在台灣 已經一個月都沒有境內的案例了 所以我想做一個 所謂振興的觀光方案是很好的 我想其實高鐵也不是只有 針對大學生有推出這樣的優惠 其實他對於一般的民眾 也推出了相關的優惠 那個優惠就是說 他跟一些不同地方的飯店合作 基本上你搭著高鐵 你就會有優惠的這個飯店的價格 甚至是還可以讓這個價格 這個飯店的價格幾乎是等於是 比就來回做一趟高鐵還要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是多重的方案 因為大學生可能沒有錢 他沒有辦法去住大飯店 但是他可以藉由這個 所謂比較便宜的高鐵的錢 然後可以去各地旅遊 也許是住民宿等等的 其實還是可以促進 就是大學生他的一個消費力 所以我覺得高鐵在這一陣子 推出來的不只是針對大學生 針對一般民眾也是有 所以大家不要把這個看得太過的政治 至於罷函這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還是要交給 所有的高雄的民眾 來做最後的抉擇 基本上政治力還是少介入的好 至於民進黨內部 當然也是不要有任何的壓力 要求任何的人去表態是挺韓 或是不挺韓 要不要罷韓 我覺得這都不適合 最終就是交給高雄的選民 來做最後的定奪 我覺得才可以最平息就人心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非常的無聊 對 我覺得非常無聊 所以我本來連評論都不講評論 為什麼 因為推出這個高鐵的 雙周快閃大學生方案的人 他到底為什麼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問問高鐵 因為高鐵現在還沒有回答 大家網路上已經開始討論了 如果你要說這個跟罷韓無關 我是不以置評 我是覺得至少三點有關 第一點 他的大學生 大學生根本不是在 5月27跟6月9號的時候有空 你也要等人家考完試以後 放暑假了才開始 第二個 這個高鐵 我現在為高鐵覺得有點擔心 我覺得高鐵會不會到時候 被很多台灣的這個中焚 時鐘焚給抵制 因為高鐵逆時鐘 高鐵逆時鐘 交通部不是我們才能講嗎 防疫 安心 旅遊有沒有 三階段有沒有 結果陳時鐘部長是 交通部的三階段鬆綁 陳時鐘部長是 他是把他否決 他說不行 現在還不可以這樣 結果高鐵現在在勸大家 5月27號 6月9號 就趕快跑出去玩 高鐵逆時鐘 陳時鐘部長現在並沒有 叫大家這樣做 可能我們現在在討論 但同時高鐵就撤掉了 Maybe 所以你現在跟大家出去玩 可是陳時鐘部長跟大家講 現在還不到玩的時候 你小心 高鐵你小心 你逆時鐘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高鐵針對大學生 你要做TA 我今天要推出這個產品 為什麼白天中的廣告 都是Gangie Ball 為什麼晚上都是賣車 他要看那個主曲 會買藥的人 對 你今天要推出大學生OK 大學生不會都是 韓黑也都是韓粉 我們不管這個比例是怎麼樣 如果他是要讓他回去 至少你要讓他們 能夠願意去旅遊的時候 那不是 那就是6月6號罷函 但我覺得這沒有必要氣噗噗 韓國瑜其實我覺得他也沒有什麼 我們也就是笑笑 做得多 反而會讓大家覺得說 有需要這樣嗎 有需要到這種程度嗎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把它留著這個紀錄就好了 因為剛剛韓山也講了 任何的航空公司 任何的運輸公司 他都會有促銷方案 因為沒辦法又最近生意不好 可是我還是那一點 再看一次 高鐵逆時鐘了 陳松部長 將張宋部的三階段鬆綁 都打回票了 你還敢促銷 你在叫大家群聚 到時候只要有一個確診 就算你高鐵的 高鐵董事長下台 對不對 因為你 現在陳松部長沒有叫你要這樣做 酒店要不要開都搞半天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不是要旅遊的時候 現在不是大學生 那個時間不是大學生要的時候 你說他是不是為了罷函 我覺得是 可是我個人感覺不重要 高鐵推出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們根本不懂我們這些商業模式 那你就去推 但我有第三點 今年2020年的5月27到6月9號 高鐵推出了一個大學生雙周快散 2021年我不會忘記這個事 2021年我想說 那今年的雙周快散 在哪幾天 那2022年的呢 那去年有沒有 答案就出來了 講過都會留下痕跡 我就想到今天這個吳釗燮部長 在立法院裡講說 我們的邦交國一個都不會掉 我們就把今天記起來 5月21號 可是他之前掉了7個 沒關係他說接下來不會 可是以後不會掉 他說接下來一個都不會掉 以後不會掉 他以前也說不會掉 他以前7個那個過程中 每個都不會 都是說不會 你們不要這麼專業 而且他常常是今天說不會 明天就是 而且還痛罵那個邦交國 貪財 然後又 建立忘憶 對 太糟糕了 我都記得 你們對外交部是怎樣 昨天亮哥在這邊 也是把外交部很狠的臭罵了一頓 這個郭正亮委員 來 賴老師 對啦 因為他跨了6月6號 就很巧嗎 不能說巧 因為這是有益設計 如果說 軍心安排 對 如果不是有益設計的話 那至少是瓜田裡下 或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如果不是有益設計的話 那至少是瓜田裡下 或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樣的一個做法 尤其是用國家工器 用國營事業 那麼這樣子來做 去針對某一個候選人 來做這樣一個動作 我覺得選民看不下去 高雄人絕對看不下去 高雄人很熱情 很好爽 但是很講義氣 而且高雄人最看不得的是什麼 有人已經在私意落魄了 你還要窮罪猛打 一個人已經掉到井裡面了 你不但在旁邊嘲笑 你還要拿石頭 再把它扎一下 我覺得你看到韓國瑜這樣子 怎麼被侮辱 怎麼被攻擊 怎麼被嘲笑 然後高雄人還會看得下去 我不相信 我覺得高雄人的正義感 高雄人的熱情 對高雄人的善良 因為高雄人絕對看不下去 有人被欺負到這個樣子 我覺得欺負到過頭 這個就是已經走過了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已經沒有同情心 沒有人性 高雄人絕對不會容許 沒有人性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倒覺得 這樣的一個用國家的工器 用國家的高鐵 然後拿來對於一個候選人這樣窮罪猛打 是不對的 那現在高鐵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趕快補牆 補什麼呢 就是他現在宣布 為了要防疫新生活 振興台灣的經濟 所以從現在開始 暑假一開始 逢暑假寒假 我們對全台灣的大學生 高中生 所有的未成年的小朋友 你想要高鐵虧死是不是 沒有 這是振興台灣 防疫期間的經濟 振興台灣高鐵不惜血本 對 而且因為交通補貼 因為促進地方的經濟觀光旅遊業 我從觀光旅遊業裡面 來賺更多的錢 所以高鐵損一點錢 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訂寒假暑假 對我們的大學生 韓碩博士以下到小學 幼稚園 所有的孩子全部用優待費 然後最好是都是半假 然後對於更小的孩子 父母陪孩子去觀光旅遊的話 父母六折優待 我覺得要這樣子做的話 就可以真正的在防疫新生活 振興台灣的經濟發展 多好 我複意 我覺得賴教授這個建議 真的非常好 因為大家別忘了 陳時中告訴大家 防疫新生活不是只有幾天 防疫新生活是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既然這個高鐵這麼有心 那就一直到疫情結束 對 防疫新生活 大家新的起點要給 不僅給大學生開心 然後也給更多父母帶著小孩子開心 那就好人做到底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滿優惠的 就是滿500送五折 這超優惠的 滿500送五折優惠券 這個可能大家都不搭台鐵 大家通常要來搭高鐵了 多好 我從台北搭高雄市多少 1450 171 1480 1490 差不多是1400多塊 五折很優惠了 我搭過去1500 我回來剩下700塊 對啊 五折非常優惠 這麼優惠 全東雄搭優惠 來回快3000塊 對啊 真的 那時候我們在做戶外開場的時候 應該要有優惠 對啊 所以大家都有需要對不對 大家都有需要 大家一人一興高出高鐵好了 我們都需要 就不要只有大時間 有機會 不別 不一會 真的 真的 有什麼 的 我們 要 馬歇 是 你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